哈囉,大家好,我是沃雷卡 歡迎收看殭屍毀工程接力生存第五集 等一下,這裡怎麼會有漢堡店呢? 該不會咖啡把整個漢堡店的設施都搬來這裡了吧? 這邊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最近因為我的機車壞掉了 那為了繳分期款 所以我在晚上又兼了一份工 所以... 有消防服耶 太好了,這是我的專屬武器 所以現在每天下班以後 通常就洗個澡,倒頭就睡了 所以拍影片的時間就變得非常少 那直播的話可能也沒有辦法了 我會盡量趕快熟悉這個新的作息時間 畢竟因為前一陣子天氣不是超級熱嘛 那天氣熱的話消耗體力就會更快 所以每天回到家就是筋疲力盡 這次多虧了這個颱風價 不然我這支影片不知道要剪到什麼時候才有辦法剪完 我就是下班,然後 坐在電腦前剪一下之後就想睡覺了 然後一倒頭就睡 睡醒,又要上班了 好啦,我會盡量趕快熟悉一下這個作息 好,今天這集要做些什麼事呢 可以看到我們的書很少 然後呢,現在最重要是這個電弓 因為沒有書的關係,所以非常難練 最少要練到電弓等級3 我才有辦法把烤爐回來用 我才不用每次要煮東西還要生火 喔,我種的這個花椰菜好像已經成熟囉 嗯,可以收穫了 有種子的,太好了 欸,好險我發現耶 不然等一下我一出去,然後回來它就會爛光光了 好啦,我先把這些菜收成一下 這樣子我就可以 有魚肉以外的食物可以吃了 我打算先到那個 醫院前面 欸,這裡這裡 醫院前面這裡 這一帶,這裡有一個 有一點像是書店的地方 那是書店嗎 反正它裡面就會有一些 野外求生用品 還有一些書籍啦 書籍的話還蠻多的 喔,這裡地上怎麼這麼多汽油桶 都是空的 好,我順便拿到加油站那邊吧 油加一加 欸,這怎麼那麼難出去啊 你看這個設計有點不良喔 這樣子好像每次出去至少都要翻兩次對不對 進來也要翻兩次,出去也要翻兩次 這樣子設計不是很優喔 你看我耐力很低的情況下 光翻那兩次 就扣了那麼大的耐力 然後 這個 這什麼樣 這停車場 修車場 是不是 這樣子可以在裡面練雞弓喔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如果有輸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安心的練雞弓 然後 這台應該是我上一次找到的計程車吧 欸 我上次不是放一台發電機在這裡嗎 怎麼 被卡丹搬下來的是不是 好啦,沒關係啊 前面 那裡還會有發電機 我們再搬一台走 欸 就是這台 現在應該是已經停電了 已經 九月二號了 開局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應該是已經停電了 所以加油在那邊沒有發電機 就沒有辦法加油了 是說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了殭屍末日 在這種 全世界都停電的情況下 就算 給你找到一台發電機 然後 你也懂得 怎麼操作發電機 遇到這種 停電的加油站 你真的有辦法 讓加油站 恢復電力嗎 呵呵呵 畢竟現實生活中的發電機 也不是你只要把發電機扔在那邊 就可以讓附近的電器作用了 呵呵呵 欸對了 等一下如果我們拿到 更多的書的話 應該裁縫 可以開始練了吧 好了盡量把殭屍集中處理 這樣子之後要撕那個睡部條 會比較容易 我記得右下有一個那個 斷頭台 把殭屍拖到那個地方去解決 好 斷頭台到了 喔 下面那邊 也來了一群殭屍欸 我記得上次在這裡不是都清掉了 這麼短的時間 又重生了這麼多殭屍出來 還好有個斷頭台 這樣子清這些殭屍就輕鬆多了 呵呵 欸 這樣子打一打 體格竟然就升級了 嘿嘿 喔 不知不覺啊 已經快到九點了 我現在已經困了 又困又餓又噁 有個心 這個加油站這裡 有設成那個安全基地 我們今天晚上在這裡過夜 好啦 欸 等一下裡面 沒有床也沒有椅子 好像沒有辦法在這裡睡 好啦 沒關係 我們把這些殭屍清一清 然後到外面找一台車子睡吧 在車子裡面過夜也是個不錯的選項 車子的睡眠品質是普通啦 睡在上面還行還行 不過既然這個加油站都被打造成安全屋了 那我看有空再搬一個帳篷過來這裡 好啦 這樣子 到這邊想睡覺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加油站裡面睡 喔 這裡怎麼還有殭屍 可惡 走開啦 不要搭擾我睡覺 走開 我現在這個有夠困了 那我又炸廢了 推倒了還要打那麼多下 好好好 趕快睡 趕快睡 趕快睡下去就對了 我現在睡下去 然後如果被殭屍拍窗 我們從 右邊的那個座位離開 應該是不會有事啦 這附近的殭屍應該都清掉了 OK 天亮了 雨也停了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欸 這間好像是郵局耶 郵局裡面好像都會有書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裡是倉庫 好像沒有殭屍 喔 天啊 開門開門店 你不進來 氣死我了 有夠陰險耶 這些殭屍啊 蛤 結果這裡倉庫裡面 不是放書喔 這裡有一個那個 獸人專用的那個 漢宮面罩 我以為這裡是有書的 結果沒想到是 哈哈哈哈 大槌耶 沒想到居然藏在這種地方 等一下 大槌好重 看來要把另外一個軍事背包拿出來用 哈哈哈哈 天啊 我還沒有到書店 就已經實在買一個背包了 呵呵呵 好 來 我說的那間書店 就是這一家了 它有點像是那種野外求生用品的店 雖然看不到半個書架 可是它的貨架上面會有很多的書 你看 沒騙你們吧 這裡超級多書的 來 把這些沒有拿過的書 先勾選再塞進去 喔 找到寶了 這個 照明開關指南 有這個照明開關指南 我們就可以在室內做那個電燈 這個是模組啦 怎麼還有肉網之魚啊 滾啦 好了好了 收刮完了 身上也拿不動了 趕快 趕快回家 回家以後我們再來看看到底 有得到了哪些書 因為現在書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包包裡面 現在還不好統計 先回家一趟 看看今天到底得到了哪些書 OK 先來把所有的書都塞進去了 來看看喔 機攻1234缺5 喔 裁縫5本都有了耶 釣魚也是5本都有了 真棒 喔 電弓12級都有了 雖然沒有第三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只要練到電弓3就可以了 電弓有1跟2就行了 既然我們裁縫1到5都有啊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 乾脆再追加一個就是 把裁縫練到8等吧 8等開始就可以修理破掉的衣服了 那我們打上去的皮革條的補丁 也可以有8%的防禦力 那我家裡這邊還有庫存一些碎布條 跟線 就是剛才我們去找書的路上打到的殭屍 其實我都有破去 都有破去 玩魔物獵人嗎 我們就練到升級或者是沒有材料 然後再看繼續讀書還是繼續去打材料吧 這個有書讀的話其實裁縫在練會很快 你看一下子就是的了 好那就繼續讀書吧 順便把其他的書都讀完好了 我現在練裁縫的方式是這樣的 因為我這隻角色它是體質比較低 所以打個一小群殭屍可能就會喘 那我們就乾脆打完一小群殭屍啊 就開始在這邊試他們的衣服 然後現場就開始練裁縫 這樣等你的那些線都練完以後 你的耐力應該也回的差不多了 現在也要練電弓嘛 這個電子錶也順便拆解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練吧 你看我們現在裁縫已經有一定的水準了 一小群殭屍可以得到好多的縫線 這樣裁縫其實是越後面越好練啦 主要是你撕出那個縫線的機率越高 它就會越好練 萬事起頭難啦 尤其是剛開始0等的時候幾乎撕不到縫線 那個0等升1等的時候真的很難練 當然啦也要配合讀書啦 好現在裁縫6等了 那6等之後我們那個輸的效果就沒了嘛 所以現在還要再回去補讀書 補讀最後一本 這本再讀下去然後再練一下 很快就可以練到8等了 練裁縫就是這麼簡單 哇這一代的殭屍都已經清完了耶 這個十字路口這裡本來應該是中災區 你看現在都沒有殭屍啦 看來我們要往更市區的地方移動 這裡都只有零散的幾隻殭屍 到右上的住宅區那邊看看好了 剛好我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順便去搬一下民宅裡面有沒有吃的東西 這個區域都沒有來過耶 這附近應該蠻多殭屍的 打不開 希望不要觸發警報器 這邊這個窗戶是破的 我們從這裡爬進去 先移除玻璃瓦 哇哇哇哇哇 我才剛爬進來 後面又跟兩隻過來 還好還好 在窗戶旁邊很好解決 然後這個屋子裡面也沒有 馬上有殭屍衝過來 不然剛才就危險了 被前後包夾 我記得門口那裡還有一隻殭屍喔 好險好險 先去把門口那隻解決掉 那邊拍門吵死了 兩隻喔 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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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裁縫八等啦 哈哈哈哈 那今天的目標也算完成了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身上有沒有哪些衣骨有破洞 這件破了三個洞 這個軍大衣 用碎部條就可以補了 然後他反應力也很高 然後 這個手部比較容易被咬到 我們打皮殼條在這邊 當然如果皮殼條有夠的話 所有的裝備都給他打上補丁是最好的 不過現在皮殼條有限就先找重點 像軍大衣是穿在最外面最容易被咬到的嘛 我們就先把這個軍大衣打上補丁 這樣子我們的防禦力又更高了 嘿嘿 好來現在還有最後的任務 就是我們的電弓還差一點點就三等 那這個對獎機啊 我如果直接拆的話 經驗值可能還不夠升級喔 我先把它放在地上再拆解 這樣子經驗值會更高 欸有了 哈哈 電弓也三等了 好三等的話 我記得那個 軍營裡面那個廚房 那個火房那裡啊 有一台那個 烤麵包機啊 不是烤麵包機 那很大台的那種烤箱嘛 它那個是電弓三等就可以搬了 我們去把它搬過來吧 好就是這一台 大型現代烤箱 它有個缺點就是它 它是佔兩格空間的 當然最好用的就是那個 素食店的那個 那個油炸鍋 那個 只佔一格空間 然後它的容量也是超級大 最終目標就是要把那個搬回來用 不過現在 先這個烤箱先暫時用吧 至少它可以吃電嘛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用電來做食物了 就不用再生火了 不然每次都生火的話 老實說還挺浪費 打火機跟那個火柴的 好這台就給它 橫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 紅色的烤爐就 搬到 搬到這裡好了 搬到這裡當裝飾 這樣子有沒有那個 那個露營的感覺 我們裝在帳篷對面這裡好了 也吹了感覺 雖然不會再去用到它了 嘿嘿嘿嘿 那最後呢 我們就先拿家裡庫存的這些皮革條 來把身上的所有裝備都打上補丁 看來在外面是因為皮革條不夠 所以我們先折優 折優選擇 現在皮革條夠了 就全部都給它打上補丁 然後之前有觀眾說那個衛生衣可以幹嘛 衛生衣它其實就是 一件 等於算是額外的裝備可以穿在裡面 然後它防護的部位也非常多 所以衛生衣再配合裁縫的話 會是非常棒的一個防具 不過它的缺點有兩個 一個就是它沒辦法保護到脖子 那第二個缺點就是它很熱 像現在還是夏天 我們還不太適合穿上去 等之後天氣比較涼了 然後我們裁縫練到十等了 再考慮來穿衛生衣吧 然後我們不是還有得到那個照明開關手冊嗎 有那個手冊以後 就可以做室內電源了 但是那個好像要電工五等還可以做 電工五等的話 我們現在也只有電工一二等的書 那如果想要練到電工五等的話 勢必還要再找到電工第三集 那個就之後再說吧 也許去搜尋又上那一區民宅區 搞不好在那裡的書櫃就可以找到了吧 好啦那今天這集到這邊 差不多要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